但是有一点我得给你们提醒 不管是有夫之夫还是有夫之夫 一定要先了解好情况 然后再出 为了今年的耕种 林浩也是下了很大的力气呢 然后呢 他就把各个生产队的正副队长又给叫了过来 林浩啊 这又是要说啥重要的事啊 这还真的挺重要的 就是要跟大家伙商量一下 今年的种子问题 那有啥好商量的 大家伙都留的差不多了 可得注意了 林浩要是提起这个事 肯定是有文章的 也不能说有文章 但是也得考虑一下 咱们生产队留的这些种子啊 要说行呢 他也行 林浩啊 也因为串花的关系 让种子变差了 所以你觉得 应该买正经的种子去 是这么意思吧 我就是这个意思 要不然咱们辛苦的耕种一年 因为这个在减产 是不是有些不值当的 哎林浩啊 这个是吧 其实大家伙也都清楚 也知道新种子的好 可是新种子也贵啊 全弄下来不少钱呢 大家伙是不是忘了一个事啊 对于咱们葫芦大队来讲 今年的耕种还用担心种子钱吗 反正我的想法 就是不能心疼这么点钱 我让乔老爷子 帮咱们跟省农科院联系了一下 可以跟他们那边直接买种子 咱们省农科院的种子 我觉得会更靠谱一些吧 咱们有买种子的钱啊 是这么个理 咱们是穷惯了 有钱都不知道咋花 这个钱就得花在刀刃上 买种子就是刀刃 今年这一年 咱们说啥的好好的 刺梦一回咱们的地 林浩 还有第二个是吧 要不然你也不能给大家伙都叫过来啊 确实有第二个是 要栽种桃树的事 要是种上了桃树呢 咱们到时候也能够卖一些桃子 这个树苗 省农科院那边也有 不过价格可不是很便宜 咱们怎么也得买一万多株 得几百块钱呢 也好 这个是你确实跟我念叨过 你觉得咋样 好思弄 能赚到钱不 水生书 目前咱们农科院培育的水蜜桃树 也是很厉害的树种呢 据说都是在大城市才有售买 价格贵得很 林浩啊 真的假的 说得我心跳的都有点快了 咱们这边的桃子也不贵啊 不才一毛钱左右一斤吗 还随便挑 智国哥 咱们那个是茅桃 我说的这个是水蜜桃 桃子大 味道好 不过我也是听小雨说的 他年年吃 树味挺好 行 我觉得行 我觉得也重 咱们一刀菜就能出多少钱呢 用这么点的本钱 种这样的桃树 拼得过 行 林浩啊 种子 我们现在就去统计区 回来再称 你把种子和树栽子都联系好 开心的不是因为大家伙同意了自己的小建议 而是因为大家伙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有了改变 水生书 秀坟的东西都收拾完了吧 都收拾完了 还想跟你问问呢 到时候咋走 反正到时候 我也得去省城 带着他们坐火车吧 以后他们来回的 也知道该咋走 反正离的也不是很远 可挺远啊 还得先去县里 然后还得坐好几个小时的火车呢 是不是有些舍不得了 你听说秀坟考这么好 以后是大学生了 还能当国家干部 都开心的不行 没出过这么远的门啊 以后就要在外边自己生活了 也不知道能不能照顾好自己 水生书 你就放心吧 不敢说省城 是咱们葫芦大队分队 也不用担心这些 更不用说小宇也跟秀坟同一所学校 他还不得关照一下 咱们这边的孩子们啊 把心放肚子里 啥事都没有 道理是这么个道理 可是吧 还是有些舍不得 你说我要不要也跟着送过去 这就看你自己个了 我个人建议呢 还是不跟的好 哎 那我就不去了 到时候你跟小宇说一下 帮忙好好照看秀坟 放心吧 这事都不用多言语 小宇是啥人家呀 这些事门轻连狠呢 对于现在的人来讲 去省城几个小时的路程 就是出非常远的门了 放在后市也不算啥 高铁一个多小时的时间而已 溜溜答答地回到了家里边 就看到王亚东和马静松 还有几个孩子们都等在这里 干啥 这都是嘴馋了 到我这里来赶上了呗 这不是眼瞅着要开学了吗 想看看您老人家 有啥嘱咐没有 打秋风就打秋风 非得问我有啥嘱咐 要说能嘱咐的 也就是希望你们 能够刻苦学习 学到一身真本领 出对象呢 要是有机会处一个也行 你说啥呢 别乱讲 我可没乱讲 反正个人生活问题 就得你们自己来掌握 但是有一点 我得给你们提醒 不管是有富之富 还是有富之富 一定要先了解好情况 然后再出 这个年月 搞对象的事情 就这么大张旗鼓地讲出来 还啥有富之富 有富之富的 那不就是搞破写吗 可是他们不知道的是 林浩的这个提醒 那也是非常重要的 你就不能说点正经的呀 不能说的话 就赶紧给大家做菜去 这就是正经科 都是这么大的人了 也是青春萌动的时候 这都是很正常的 到时候去省城读书的 我领着一起坐火车 回去你们也通知一下 去别的地方的 自己走就完了 反正也走不丢 林浩哥 将来咱们真的能造汽车吗 那必须的 不过不是现在 而是将来啊 你就把知识学扎实了 等啥时候 我想造车的时候 给你来个电话 你屁颠颠地跑过来 就完了 我咋觉得 你今天变得很虚荡呢 哎 虽然时间不是很长 也相当于我 带大的娃一样 也都是好孩子 将来能够有啥样的成就 就看他们接下来几年了 我是希望他们 都能够飞黄腾达 过上好日子 哪怕也希望 他们将来学有所成 能够给他的事业贡献力量 但是这个大前提 也是他们都能够过的好才行